这个女人为了能看望监狱里的未婚夫 当着重预警的面脱去衣服接受检查 谁曾想这群禽兽预警居然偷偷拍下女人照片 拿去给她的未婚夫 试图激怒对方犯错加重刑罚 此行径实属下见 而预警这么做的原因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男主杰克是一位退役特种兵 他有一个相恋多年的未婚妻玛丽 这天杰克赶个艳阳天拿出戒指向玛丽求婚 对方等待这一刻不知等了多久 瞬间感动到说不出话 不料就在这时一个脚屎棍出现在现场 此人是位嚣张跋扈的富二代 见玛丽长得好看便上前调戏 完全没把一旁的杰克放在眼里 玛丽不愿多事便强行让杰克上车离开 谁知富二代见状不依不饶 不仅对玛丽出言不逊 而且还跑过来朝着汽车撒尿 杰克这下忍不住了上去就是一拳 打得富二代之迷糊 对方意识到遇到硬查 拿出匕首要废了他 杰克迅速反应 躲过致命一击 接着回头就是一转 导致富二代直接撞到汽车上 竟然当场归了西 这也太不经大了 虽然是正当防卫 但杰克还是被判了18个月 自此与玛丽再次分隔两地 富二代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杰克打死 也不管事情真相如何 直接拿钱贿赂监狱长 对杰克进行特殊照顾 并且还得让他一辈子都待在监狱 监狱长心领神会把钱收下 另一边 杰克刚到监狱的第一天 就遭到副监狱长李柯的故意刁难 挨了一顿奏步说 还被特意送进阴暗潮湿的单人牢房 杰克只想安安稳稳度过这18个月的刑期 所以面对不公平对待 他选择容忍 殊不知 其实李柯就是监狱长的人 他是接到吩咐 特意对杰克进行特殊照顾 这天 杰克在放风时 遇到一个壮汉囚犯 出言不逊 故意找事逼他出手 杰克不上当 频繁闪身 躲过攻击 就是不还手 这一幕被监狱里的另一位老大胡子哥看到 见杰克伸手了得 便主动上前 将壮汉劝退 然后就想把杰克拉入麾下 却遭到当场拒绝 胡子哥警告他 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 只有加入团队抱团取暖 要不然没有好果子吃 杰克不以为然 还是那句话 他不想招惹是非 只想安安稳稳度过这18个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克带领自己的手下开始行动 先是利用植物之变 强行搜查杰克牢房 从中发现一张玛丽照片 二话没说 拿起来就是一番言语羞辱 接着又当众私会 杰克瞬间暴怒 却被狱警死死控制住 但接下来 李克却让手下把杰克的手铐解开 这一举动 让杰克顿时冷静下来 他意识到李克 这是在逼自己犯错 于是杰克强压心中怒火 没有出手 见诡计没有得逞 李克便联合心腹预警 对杰克进行人身攻击 最后还是好心预警 小白看不下去了 出手阻拦李克 两人才收手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杰克作为新人 在洗澡时 被囚犯大壮盯上 想要跟他斗地主玩 杰克这血气方刚的汉子 岂能受此大辱 直接出手打晕大壮 可下一秒 李克突然出现 把他打晕 带到监狱长面前 很显然大壮就是监狱长 故意安排的 监狱长劝告杰克 要认清楚现实 在这里他是老大 说完就让李克动手 关键时刻 又是小白站出来 出言救下杰克 闲暇之余 杰克来到监狱图书馆 帮工 在这里 他遇到了一位 友善的育友大卫 两人相谈甚欢 逐渐成为朋友 在监狱中 除了大卫以外 杰克还有一个朋友 那就是 与他一同进来的囚犯 小黑 小黑行为软弱 时常遭人欺负 杰克便出手相助 因此结下 身后有意 却也得罪了其他罪犯 这天 他在打扫厕所 遭到一人攻击 杰克果断还手 三下五除二 便将其一顿猛K 打倒在地 就在这时 监狱长突然带人出现 先是赶走地上的囚犯 然后 部分青红皂白 对杰克施以暴行 用警棍强行 与他斗地主 最后杰克还被塞进马桶 清洗了一番 小白看不下去了 却无可奈何 毕竟他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 在这种身心与精神的 双重打压之下 杰克心里开始崩溃 每当他想要放弃时 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马力 这使得杰克 又重新获得动力 另一边 李克见小白处处阻拦他们 居然心一横 将其残忍杀死 并把罪责随便扣到一位 打扫卫生的囚犯头上 被诬陷的囚犯 除了认罪别无他法 这天 胡子哥再次找到杰克 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让他加入 自己挥下 但杰克态度强硬就是不肯 这下惹怒了胡子哥 他在这所监狱 从来都是横着走 面对杰克接耳连色的挑衅 胡子哥不愿意了 当场将其摁到地上 进行揉搓 与此同时 监狱长找到恩科 眼看杰克刑期已经过半 他还没有任何成果 监狱长怒了 直接告诉恩科 实在不行 就采取必要手段 很快监狱方面 受到玛丽的探监申请 恩科决定拿他做文章 等到探监这天 玛丽就被带到一处封闭的房间 恩科要求他脱光衣服 接受检查 见玛丽不肯 恩科便要强行驳回 他的探监申请 玛丽为了能见杰克一面 已经足足等了两个多月 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迫于无奈 玛丽只能当着恩科的面 退下身上所有遗物 这才得以获得探视的机会 可是玛丽并不知道 恩科早已偷偷拍下他的裸照 并拿去给杰克看 对方瞬间暴怒 情绪顿时失控 隔着牢笼对着两人怒吼 随后杰克与玛丽见面 始终黑着脸 误以为他是个放荡女子 故意脱衣服给预警看 玛丽委屈之际流下了眼泪 他哭着说出真相 自己是为了来见杰克 才不得以而为之 等杰克反应过来 是他错怪未婚妻以后 立马赔礼道歉 玛丽见状也没有继续怪罪他 两人就此重归于好 而大壮这里迟迟得不到杰克 便把注意力放在小黑身上 将他拖到厨房杂货间 强行逗了地主 小黑无法忍受此屈辱 加入了胡子哥帮派 对方递给他一把刀 让其像个男人一样站起来 刚好这一幕被杰克看到 他主动上前 劝告小黑不要做傻事 可现在的小黑 已然管不了那么多 自己受到的屈辱 一定要找回来 就这样 在大壮准备第二次行凶时 被小黑乱刀捅死 恩科见玛丽的事 都没能击垮杰克 便直接买通胡子哥帮忙 准备弄死杰克 之后杰克被带到无人的仓库 见到了胡子哥 对方出言不逊 竟拿玛丽说事 这彻底惹弄杰克 他想动手 却被恩科几人死死抓住 拖到案板上 打算废掉杰克的手 但他们明显小瞧了杰克 在钉子下落的一瞬间 杰克做出反应 快速出手 打倒恩科几人 不过事后杰克也因为打伤狱警 被关进黑暗的禁闭室 杰克在这里不仅没人说话 每天面对黑暗的环境 而且还时常遭到恩科的欺辱和殴打 慢慢的杰克心理防线崩溃 精神也出现异常 产生幻觉 不知过了多久 恐怖的禁闭室生活终于过去 杰克已经被折磨得不成压 新预警来接他回去 看到杰克受此酷刑 自然也明白发生了什么 希望他能够说出实情 此时的杰克已经不再相信任何预警 杰克来到户外 享受这难得的阳光 就在这时 小黑走了过来 手里还拿着刀 原来他受到胡子哥指使 杀掉杰克 看着眼前帮助过自己的人 良心未免的小黑下不去手 胡子哥见状一脸失望 防止事情败露 当天晚上 胡子哥就杀掉小黑灭口 好家伙 这是一所监狱 还是修罗厂 想杀人就杀人 杰克得知小黑被胡子哥杀死以后 紧接着就在第二天放风时 找上胡子哥质问他 为何要杀死小黑 一瞬间 现场的气氛紧张起来 周围囚犯全部围了上来 杰克率先出手 一拳锤倒胡子哥手下 汉将示威 这时之前受到胡子哥压迫的囚犯 站了出来 眼看情况就要失控 恩科准备出手 就被看到这一幕的监狱长 拦了下来 双方剑拔弩张 杰克提出 要与胡子哥决斗一决胜负 事情发展到这 胡子哥为了不丢面子 只能选择迎战 但他哪里是杰克的对手 没撑过几个回合 脸上就挂了彩 最终被杰克死死地勒住脖子 愤怒到极点的杰克 想要弄死胡子哥 却无意间看到大卫的目光 暗示他不要那么做 杰克思考再三 放开了手 却不想胡子哥居然狗鸡跳墙 捡起手下扔过来的匕首 准备弄死杰克 关键时刻 大卫挺身而出 替杰克挡下这致命一刀 胡子哥则被监狱里的仇家 趁乱童子 随后杰克就被抓到监狱长办公室 在这里 监狱长强行要给杰克追加刑期 并且认定今天的事情 是因他而起 杰克奋起反抗 这种不公平对待 同时斥责监狱长 为何处处针对自己 监狱长见状直言不讳地表示 他是在拿钱办事 要怪就怪你杀了不该杀的人 到这个时候 杰克才彻底想明白 自己遭遇的一切 都是富二代父亲搞的鬼 紧接着 杰克就要从腰间拿出 一个正在通话的手机 告诉对面可以进来了 之后 新狱警就带着一帮检察官们 走进办公室 带走了监狱长 以及恩科和其心腹 原来杰克还是选择 相信新狱警 赌一把 影片最后 大卫经过紧急治疗并无大碍 而杰克也在不久后 离开这所监狱 出于当天 玛丽来接 杰克上前与他拥吻在一起 而监狱长受贿罪名成立 被送进监狱 恰巧服刑的地方 就是他之前工作过的监狱 一开始有多嚣张 现在的他就有多狼狈 等着受到育友们的特殊照顾 一起玩斗地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囚犯 是一部上映于2014年的 犯罪动作电影 影片结局看似皆大欢喜 但所表达的却是一种 对当今社会某种人性的讽刺 很多细节都有暗示 比如男主出狱后 对女主 以及图书管理员女儿说的话 等等 确实值得令人深思 再次回顾便只换了这部下图的却存在 香港主出狱下图的却存在